你不想多多看着我 我哪有 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啊 你的眼睛又不长在脑袋边上 难道不想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你按说不说 本姑娘才不关心呢 我在想 我们足球队比赛的事 比赛 是童童他们要 马上要参加的那场联赛吗 怎么了 你担心他们会输啊 一半是担心他们会输 一半 是担心我自己会输 你们这些大佬讲话很深奥啊 是 曾经 我也参加过一些联赛 一路过关斩将 我几乎在那年创造了神话 可是在最关键的比赛 我失败了 我失败了 因为我是我胜 我没想到你能经历过这些 所以 这次比赛不光是他们 也是我的比赛 我要把曾经失去那场胜利 在这次比赛拿回来 可是你现在是教练呀 肯定比你以前当球员的时候厉害多了 我可能很快当不了教练了 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呢 只是一个代课教练 如果学校不留我 我也只能回去啊 继续研究我那足球理论 不会的 不会的 你这么为球队着想 他们一定会把你留下来的 请 你看后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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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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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宿舍你怎么不发出声音你 你 你 你这慌慌张张的干嘛去啦 你这是刚肇事逃医回来 哎 别提了 走 哎 哎 我刚才初吻 差点就被夺走了 哎 什么 哦 吓死我了 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哎 我这小板凳都已经准备好了 乖乖做一个吃瓜群众 哎呀 就是 刚才学长他 想亲我 哎 真的假的啊 什么感觉啊 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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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啊 这 就是 唇与唇之间碰撞的感觉 有没有一种天雷勾地火的感觉啊 醒醒吧 你个屋里少女 哎呦 什么呀 我都跟你说了 根本就没亲上 为什么 你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 我 我跑了 什么 这么浪漫的一瞬间 你就这么跑了 哎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沈小静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老实回答我 你是不是那什么冷淡啊 什么干什么呀 你脑子笑逗了吧 哎 不是我多想 你这没有亲亲抱抱 举格高的恋爱 算什么恋爱 你这谈了个假恋爱吧 哎哎 我告诉你啊 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一直都没有那种恋爱的感觉 不会吧 嗯 我告诉你 就是每一次我约会的时候 我都特别烦躁 我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 而且 我一见到学长 我就想逃跑 萌萌 你帮我分析一下 我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我问你啊 你到底喜不喜欢学长 这个 我也说过这 没事 我有笨 什么办法 这就是我的秘密武器 是时候发挥它的魔路了 抛硬币啊 什么嘛 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啊 哎呀 我们这是用抛硬币的方法来鉴定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学长 正面是继续 反面是 不在一起了 等等等等 这能行吗 这不是封给迷信吗 请不要质疑我的专业能力好吗 来吧 好吧 不行不行不行 这这这个不算 你再来一次 我明白了 萌萌 你这招真的绝了 那是 我这个恋爱专家 可不是白当的 你看 你这潜意识力 已经帮你做出决定了 可话是这么说 我现在确实已经知道 我对他的真实想法了 但是之后到底该怎么办 我还是不知道 我觉得吧 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 彼此喜欢最重要对吧 你这 既然你已经明白了 你对学长的看法了 我觉得你就 趁早跟他说了 那就是趁早结束这段 尴尬的关系了 长痛不如短痛 对你啊 对他多好 嗯 看来 我得找机会 好好跟他聊聊 了 雞鸥 雞鸥快 快点 快点 最近大家训练数据没有进步 少部分的人还有退步的现象 这高强度的训练 在一定时间会遇到瓶颈 这很正常 但我们要克服这瓶颈 就是要不断地努力和坚持 马上各项的训练项目 就要进入加急的状态 所有人都不能松陷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还有 为了保证你们的体能 和技术标准不退并有所上升 今后的各组训练 各加两组 两组 怎么了 如果你们在球场上偷懒 被我抓到的就是双倍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 接续练 之前我一直觉得 那个只有女人善变 没想到我们教练这么纯业妹的一个人 变脸跟变天一样 之前不都还好好的吗 教练的脸 六月的天哪 来来来 阿姨 最近两天 我体能感觉已经到极限了 是不是我训练强度不够 要不我再去跑两串 哥 咱放过自己行吗 陈仲 你别急啊 这训练不是你说价就能加的 就是 当你的体能达到瓶颈期的时候 不是体能停滞不前了 而是说它的增长速度过于平缓 所以短时间之内 你看不到什么效果 这个时候你如果盲目增加训练强度 只会把身体累垮的你知道吗 对 陈忠 你就听彤彤一次吧 你要是再练下去啊 非到走火入魔为止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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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听你们的 下级训练一旦开始 我可能就没有过多时间 去陪下鱼了 彤彤 自古以来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这事啊 你自己得好好把握 咱 好累啊 喂 夏宇 怎么了 夏宇 你别急 你慢慢说 好 我马上过去 看来鱼和熊掌 咱们佟哥已经做出了选择了 没办法 夏宇腿伤期间我得多陪陪他 夏宇 你们帮我扛一下 去呗 去吧 皮卡丘 好 让我ív主 那我啊 去吧 我们去哪里 我都在不晓了 怎么办 你不就没机� 你不问我 不愈活 我喝酒 你刚才说的急事就是这个 对啊 我本来是溜出来找你的 结果半路我的鞋坏了 所以我只能在这儿等着 我都等了你很久了 童童 夏宇 那你现在想去哪儿 我血都坏了 哪儿都去不了了 要不还是回寝室吧 好 来 童童 我走不动了 你背我吧 行 来 写子给我 写子 写子 童童 你走慢一点 你颠得我都不舒服了 对不起啊 夏宇 我着急回去训练的事 大家现在都在努力地训练 是由我一个人偷偷地跑了出来 童童 你是不是怪我呀 如果你觉得麻烦的话 你就把我放下来 我自己慢慢走回去吧 夏宇 我没有怪你 你别多想啊 那你的训练怎么办呀 夏宇 你是我女朋友 为你耽误这点时间算得了什么 童童 你真好 夏宇 嗯 你的脚伤还没有完全好 要不等我训练结束之后 我再陪你去医院看一下 那个 不用的 你训练那么忙 要不我让雅静陪我去就好了 也行 那你记得把医生说的注意事项告诉我 我记一下 回头我好提醒你 好 嗯 伟君能游记多仇 恰似一江春水下冬流 干嘛呢 胖子 你是被杜雨晃附体了吗 如果萌萌能够爱上我 我愿意为她变成任何人 怎么 你那招死缠烂打 外加跟屁虫的招数不灵了 自从萌萌跟杜一航搭档练习双人健美操以后 他们就天天在一起训练 还是贴身热舞的那种 造孽啊 以我看来 杜一航现在 占尽了天时地利 仁和三大优势 胖胖 你的希望渺茫了 是不是兄弟啊 你不来安慰我 还打击我 胖胖 我这是帮你认清现实 你啊 要认清你自己 方能 绝地反击 什么意思啊 放眼古今中外多少爱情电影 但凡出现男主角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情节时 都是男主角坚持不懈地努力 最后啊 都可以引起自己心爱的女神 你知道最关键的步骤是什么吗 是什么 关键在于两步 第一步 三个字 不要脸 不要脸 第二步 五个字 坚持不要脸 哦 好 胖胖 依我所见 你的第一步呢 已经完成得非常非常地好了 嗯 现在你只需要坚持落实第二步 相信啊 在你的软磨硬泡死缠烂打之下 你这是癞蛤蟆 也可以知道高萌这只白甜鹅 哎 话倒是挺有道理的 怎么我感觉你在骂我 我这是话操理不操 信我的 得永生 嗯 听君易写话 还剩读十年术 好 我现在就去找萌萌 坚持贯彻落实第二步招 你加油 胖胖胖 加油 我 与你 同在 萌萌 我来了 我这是不是在坑萌萌啊 主任 嗨 主任 你找我有事啊 是 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刚才你们在训练的时候 我去看了 哎 这个学生们现在都很卖力的啊 是啊 现在比赛在即 我啊正带领大家加级训练呢 大家现在有很大的进步 哎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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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呢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什么消息啊 我可以留校了 是啊 我真的可以留校了 哎 哈哈 没这么快 没这么快啊 哎 但是 你也不要灰心啊 我跟你说啊 我在校领导面前 说了你好多好多的好话 总算那个校领导开了口 只要你在这次出赛当中啊 能够获胜 他们就考虑你的留校 这 怎么 你没有信心啊 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有 我肯定有信心 主任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让球队啊 在出赛胜利的 哎 这就对了嘛 哈哈 我等你的好消息 好 好 主任你看 我现在都这么努力 嗯 你能不能跟学校那边 尽量说说我的好话 这个 这个你放心 你放心 我已经说了这么多了嘛 对啊 你的实力有目共睹 但是 我答应你 我一定 全力尽力 帮你去说更多的好话 怎么样 好 谢谢 谢谢主任 时间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啊 哈哈哈 遵从自己内心 别把感情啊 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這就不能找你 用证主动找我了 呃 喂 学长 你现在有空吗 是不是 被我打动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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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觉得我们现在的关系 有点问题 我想找你聊聊 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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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静啊 这样的 我最近呢有点忙 这样吧 等我这个联赛支付之后呢 我一定会把这胜利带回来的 到时候我们再好好谈谈 也许 也许你会改变你现在的想法 喂 学长 什么鬼 我要知道你们胜利的消息干吗 放水啊 那就不客气了 那学校领导现在说了 只要你在这次出赛当中啊 能够获胜 就考虑你留下的问题 我就是觉得我们现在的关系有点问题 我想找你聊聊 过来 彤彤 教练找你啊 不会有什么好事吧 我先去看看 怎么了教练 最近大家训练这么辛苦 我给大家买了一些饮料 饮料 就是一些普通的一种饮料 这比赛马上要开始了 就算给大家一点福利吧 谢谢教练 虽然大家训练的时候经常喊得累 不过大家还是发自内心地想要获得胜利 这次联赛我们一定会好好努力 绝对不会辜负教练的良苦用心的 行了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把这饮料发给大家吧 我这一会儿还有事 你先走了 好 好 所有人 集合 同学们 教练知道我们训练很辛苦 特意给我们买了一些饮料 想犒劳一下大家 你现在出来了吧 希望大家下午的训练 可以继续努力 不要辜负教练 对我们的一片苦心 好 好 每人拿一瓶吧 好 来来来来 改了点 来来来 拿走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正好我口渴 胖子 嗯 你说教练就是什么意思啊 又是罚训练 又是请喝水的 不会是打一鞭子给颗糖吧 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呢 就是说教练会训人呗 瞧把你训得服服帖帖的 瞧把你训得服帖帖的 没那么复杂啊 教练只是觉得我们训练 太辛苦了 买点饮料 给我们打打精神 哦 就是 教练的关怀 与贴心如沐春风 我们要学会感恩 胖子 就这么一点点的东西 就可以把你收满 行行 你快喝吧 我 走 走开 真爽 好爽啊 要是冰了就更好啦 有的喝就不错了 还这么挑剔 哼 你不懂 对于我这种 生存级的吃货来说 对人口的东西是很讲究的 哼 哟 还吃出经验了 那可不 不然这身肉怎么长的呀 都是火锅和撸串的精华 你呀 麻烦你喝完以后 多跑两圈 把你这身精华 笑一笑 哎 你说这个饮料挺好喝的啊 回去我也买一下 运动饮料啊 也不能多喝 夏天啊 还是要多喝热水 谁说的 有些运动饮料 也是含有很多营料 成分的 说不定教练这个饮料 就很有料呢 有料 你想用什么料 瘦个脸 瘦个腰 每个白 五个脑 再瘦个手臂 瘦个四肢什么的 这点要求不过分吧 胖子 你怕是在做梦吧 胖子 人可得有点自知之明啊 你 再来 再来 行了 准备 开始 很好 不错嘛 准备 开始 吃了 你干吗呢 多了点事 至于吗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 你想上厕所呢 我要去上厕所了 回来 你接着也 你不要以为 我不知道你想干吗 你想躲在厕所里面 不出来等到下课是吧 这都被你发现了 海瑞 你平时训练那么努力 这次肯定能行 可是我的小心脏 扑通扑通直跳啊 真的不行了 这回我要是再输 我要是再输的话 我连替补都没有了 只能上球场 当检球员了 胖子 你只要发挥你正常水平 肯定可以的 修哥 修哥 准备 没想到 你这么看好我 没准 世界第九大奇迹 发生在你身上了呢 素描兄弟 准备 看着 准备 准备 看着 不错 你又很大的进步 胖胖 没想到 你也有被表演那一天 还不是因为教练 不辞辛苦地训练我们 还有贴心饮料相伴 能不进步吗 都学会打关枪呢 集合 刚才 我看了一下体能报告 发现大家的体能啊 都有质的飞跃 只要大家不断地坚持和努力 这所有的汗水 都能化为力量 比赛将近了 虽然你们对手 是几次队伍 但我相信 你们一定能够打败他们 获得这次的胜利 好 多谢教练 要不是因为教练 我们也不可能 在短时间之内 进步这么大 对啊 谢谢教练 谢谢教练 这都是大家努力 好了 下课吧 哇 哇 哇 我自己的 自己的进步这么大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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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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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急忙慌的 彤彤 不会是去见夏雨 我得赶紧去给夏雨打饭 要不然一会儿食堂人又该多了 下雨退伤这么久 你是应该多点时间陪陪她了 胖子 难得听你说句人话 女生都是小公主 需要宠爱和关怀 这可是我追萌萌的秘籍 行了 我不跟你们说了 我就赶紧走了 海月 我的包跟鞋 你帮我看一下 拜拜 被爱情自认的男人真好 什么时候我也能被爱情自认自认 下雨受伤 彤彤心里面更着急 告诉你 谈恋爱又不是坚守我们的事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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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这包怎么办呀 给她拿着吗 你等我一下 伤心 鼻横 怀几坠 最自伤 刚好 完全 english 还没想认识 你去哪身 每天加戮 死了 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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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彤彤 你来了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夏宇 你脚伤是不是已经好了 我 为什么骗我 彤彤 你听我解释 我是有原因的 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我听你解释 我骗你是因为 你是疯了 因为什么 你 记得吃饭 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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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道歉 我们不要因为这种小事情 吵架好不好 小事 你知不知道你受伤之后 我有多担心你 大家有多担心你 而你却这么欺骗我 看着所有人为你担心你很爽是吗 我 我就是想让你多关心关心我 难道有错吗 每次都是足球足球 永远把足球放在第一 我一个人很孤单的 这也不是你骗人的理由 夏宇 如果你想让我关心你 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而不是用这种骗人的手段 况且你骗的 都是你身边最好的朋友 我输了有什么用 输了你不还是自己忙你自己的事情吗 我之所以骗你 就是因为你根本做不到 彤彤你仔细想想 是不是只有我骗你的这段时间 才是你赔我最多的时候 幼稚 我都想你了 让我们都彼此冷静一下吧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